宁秋恋柳梅青苔 悠然地叹了口气 道 夫君啊 你还是走一趟吧 不然大姐会伤心的 聆听着三女的劝慰 陆辰很是感动 事实上在她心里 四女在她心中的地位 占据同一高度的 她不会偏向任何一个人 她更深爱着每一个人 哭笑着摇了摇头 陆辰道 如此一来 怕是见不到我这三个孩子出事了 说起这个 陆辰有些伤感 想当初陆林出生的时候 他就没在身边 那次因为两界之遥 没有办法 可是这次 明明能够等到那一天 却因为左青汉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想了想烈南山的安危 陆辰终于点了点头 那好吧 我快去快回 三女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才能临盆 而烈南山去昆隆西城又不近 以陆辰的修为刚好时间够用 于是他没有矫情 收拾一番 告别了三女和父母 前往昆隆城而去 古魔界的入口在昆隆城的西北角 名为 满魔山的边外之地 乃是凶兽猛兽盘踞的危险地带 陆辰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赶到了满魔山 满魔山 纵贯东西绵延八十万里 居中有一山奇高 雅岭之巅犹如一巨大的魔像般 固有此名 自然 这与研魔殿还有不可分割的干系 上古门族居住的地方 堪称为秘境 四重天空间可塑性极强 占有空间领域多大无人得知 但身为尊敬高手 大多明白上古门族隐居的秘境的缘故 天地元气 浓郁 充足 纯净的天地元气 满魔山顶 一只巨大的魔眼凶硬的悬浮在山顶正中央 散发着滔天的魔气 周围的天空黑压压的乌云 井然有序的翻滚着 将天压得很低 因为阵法的缘故 饶使陆尘都只能穿过云层看到那只魔眼模糊的外形 这里就是蛮魔山了吗 陆尘将当初在魔土手上得到的吊坠取了出来 吊坠上面的刻纹 些许光亮散发而出 他又掏出乌洞留下的吊坠 虽然样式不同 但作用却是一样的 引动着那魔眼从中间瞳孔的位置闪烁起惨白的光点 像是起到了传讯的作用 魔眼突然活了起来 只为道友 陆尘正看得出神 不远处 一个身披紫云锐气长袍的尊敬高手远远飞来 在其身后 零零散散的跟着几个人 个个都是尊敬的高手 虽然看不出修为如何 但几人皆是有着不凡的气势 以及居傲的态度 其中那紫云锐气长袍的尊敬高手 生得平凡普通 唯一引人注目的 便是头顶上斜插着的一柄锋利的长剑 竟然拿来当作灌剂使用 此人看上去有四五十岁中年的样子 脸上的傲气很好地掩饰起来 飞到陆尘的近前 不用问 这些人怕是得到研磨殿召集前来入殿拜圣的 这位道友啊 在下连秧 幸会幸会 连秧笑脸赢人 陆尘自然不会抹了人家的面子 都是尊敬高手 指不定就有谁的修炼直逼天圣的 收敛傲气 陆尘抱拳一笑 哈哈哈哈 连道友啊 在下陆尘 幸会 陆尘 连秧明显一愣 想到了多年前叱咤神界的患害神王 当即用着差异的目光直视着陆尘 问道 阁下就是当初进入尊元空间的陆尘吗 陆尘来到古魔界的缘故 就是为了参加这次聚会来的 到时候 自己的身份根本掩饰不住 倒不如之前就说出来 还能博得对方的好感 所以 他没有隐瞒 正是在下 连羊打惊 连带着跟他飞来的几个尊敬高手都愣住了 听到二人的谈话 在知道了陆尘的身份之后 一个个皆是难以置信的看向陆尘 感受着周围或惊讶或疑惑或不服的目光 陆尘不尽无奈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想不到几十万年了 还有人记得自己呀 短暂的惊恶之后 连羊赶忙抱拳一礼 哎呀 陆兄大名早有耳闻啊 今日有幸得见 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连羊先是寒暄了一番 表现得平易近人 陆尘对此人生起些许好感 比起周围一个个鼻孔都朝着天的货色 可强太多了 他正想谦虚几句 连羊却是问道 听说陆兄多年前入尊元空间修行 此后便悄无声息啊 神界传闻陆兄早远于尊元空间中 看来传闻也不能尽心啊 哎 陆兄啊 你是何时从尊元空间出来的 为何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呢 连羊自觉自己的口才不错 三言两语的跟陆尘拉近了关系 说话间也亲热了许多 陆尘心思多信你啊 连羊虽然表现得中规中矩 但他的话中显然有打探自己虚实的意思 在尊元空间中修炼 什么时候出来的决定了自己的修为如何 只要自己回答了 这些人就会凭借多年的经验 来弄清楚自己现如今的实力 当然 陆尘可不怕众人知晓 他说道 惭愧了 陆某在尊元空间苦修二十余万载 不日前方才出关啊 让连兄见笑了 这话说的就很含蓄了 他只说了修炼二十几万年出关 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入尊的 但同时 一句惭愧 一句见笑 又让人容易误会 他是最近才入尊 身为尊敬高手 都知道 尊元空间有尽无出 除非修炼到尊敬 才能破开空间离开 一听这话 众人当下误会了陆尘 以为他才入尊敬 虽然没有出现被人轻视的现象 但也没受到众人的追捧 不过这是 一道不合时宜的冷笑声 从魔眼处响了起来 哼 万海山王啊 久违了 还记得二十三万年前的 昆龙西门处之否 巨峰之顶 魔眼之下 一群被插黑色双翼之大魔 在一个身材魁梧 神采奕奕的老者带领下 由魔眼中浮冲而来 数十人的队伍 各个精神抖擞 脸上洋溢的高傲的气势 其中有尊敬三人 神王数十 列队整齐 分为两列 飞到众人进前 伴随愈怒的嘀吼 老者出现在众人视野当中 其人手智钢叉 一脸浓密的胡须 笨掌跋扈 威风凛凛 一语道出 眨眼间停在众尊面前 西门处之 真是冤家路窄呀 路臣嘀咕了一声 丝毫不见惧怕之色 昆龙城与路臣素有仇怨 在没进尊员空间之前 路臣杀了西门家 梁子一孙 这个大仇 西门楚智一直没有忘记 当初西门楚智 自认不是路臣的对手 把这段仇恨深深埋藏在心里 如今他已成尊 再见路臣 当然免不了心生怨恨 只不过 这次众尊密会 是受到研磨殿高层的邀请 西门处之也不敢造次 但脸色就好不到哪儿去了 哼 想不到居然真的敢来 西门楚智冷冷的哼了一声 手上钢叉上挂着的两个铜铃 嗡嗡作响 路臣知道 他不敢动手 哪儿会害怕呀 拱了拱手 戏谑道 哈哈哈哈 原来是西北神王啊 久违了 来到古魔界的十几个尊敬高手 多数二十余万年前隐居的隐士 出世之后都听说过路臣和芭城的恩怨 一部分人见两人针锋相对时 不禁开始幸灾乐祸了 现在的西门处置跟以前不一样了 自从成了研磨殿黑义军的统领之后 修为突飞猛进 修炼至今已有六重天的境界 就算仍在神界都是响当当的存在 至于路臣 大部分人不看好他 想来也正常 一个刚入尊敬 一个突破了六重天 嘿能比吗 不过众人也知道 这次受邀前来 那就是研磨殿的意思 西门处置再有怨气 暂时也撒不到路臣的身上 无非是敲山震虎 讨回面子罢了 很快的 义先明白这次左右殿不合的尊敬高手分成了两组 其中一组约八人站在了右侧 另一组六人则是和连羊站在了一起 哼 你还记得老夫 好 很好 今日乃众尊一事 本尊暂且不为难你 不过 给我小心点 总有一天本尊会讨回当年的旧恨 西门处置冰冷的扔下一句话 再也不理路臣 对众尊道 众位道友 请随西门入骨魔剑 到一世点集合 扔给了路臣寒冷至极不屑的目光 西门处置掏出一块精致的玉髓 掏入空中 正是魔徒拥有的玉髓吊坠 那吊坠祭出一只巨大的凶魔 半身为魔 下半身则是滚滚的乌云 没有腿脚 看上去极是猙獰 凶魔撞上魔眼 魔眼剧烈颤抖 打开一条缝隙 两列黑衣军一字排开 威风凛凛的迎接着众尊入戒 右边八人一组 领头是齐高的半百老者 带着齐人跟着西门处置 谈笑风声的射入云层当中 颜阳定睛一瞧 当起了老大哥挥了挥手道 道友们 我们也进去吧 说完 他冲着陆臣使了个眼色 陆臣没在意西门处置的挑衅 很明显 在这里解决救援深仇 连西门处置都觉得不明智 自己何苦找事呢 还是先见见左倾汉才是 哎呀 真想他们母子啊 碎碎碎念着 陆臣跟在连阳的后面 进入了摩眼 摩眼的另一头 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色隧道 西门处置带着八人的队伍 飞在最前面 陆臣和连阳带着余下的四人 在中间 后面是数十列 队列整齐 连飞行都不变换队形的黑翼军 对于这种划分 陆臣感觉很奇怪 他捅了捅连阳 问道 哎 前面的都是什么人啊 好像跟咱们不合呀 连阳回过头 压低声音道 啊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呀 阎阳叹了口气 笑着答道 哎 阎末天分成左右两派 左派乃是邪天大魔的传承 你是飞升上来的吧 哎 说明白点 其实就是散布在三界中的 所有魔头的祖宗 哎 什么邪魔呀 黑魔呀 兵魔呀 都是传承邪天大魔的血统 而右派乃是凶满古魔的体系 一直在神界中发展壮大 魔族中血统 凶满古魔的血统高贵 听说是传承了大半古魔的精血 别烟花而来身份也高得不得了啊 据我所知啊 左右两派为争研魔殿大权一之不合 这次远古节前兆降临之后 为了应对远古劫难 研魔殿分成两派向神界招揽好手啊 我们都是左倾汉左大人招揽来的 他们则是右派左飞镜大尊招揽的 不是一路的 自然要分开走啊 混在一起不容易被当成叛徒了 一个门族还分两派 陆尘苦笑着摇了摇头 原来就是一个足内争权的手段 为什么不能像列南山一样种之成成呢 抱成一团凝聚力也强大 一致对外多好啊 连羊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小声道 听说左大人是斜天打磨 派到仙凡界修行的智势 他是传承古魔血统最优异的一个 原本多年前找不到左大人 研磨店已经打算把实权交给右店了 不过后来左大人回到研磨店之后 整个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左派为了跟右派争权啊 把左大人推了上去 现在地位颇高啊 除去左派几个元老和魔圣之外 就属他权力大呢 连羊不耐其烦地给陆臣介绍着 说到一半 忽然想起陆臣的身份 脸上挂上了谄媚之色 笑道 听说陆雄与左大人早已婚配 并有一子 不知是真是假呀 被连羊这么一问 后面的四个尊敬高手都围了上来 陆臣突然有种被人追捧的感觉 有些不好意思 他挠了挠头 这个汉儿的确是陆某的夫人 见陆臣承认 隧道中顿时响起吸气的声音 跟着几个人纷纷向陆臣示好 连羊手当其冲道 哎呀 以后还要陆兄多多提携了 另一个贼没数眼的矮子 马上跟风 是啊 如今左派势力不小啊 陆兄又是左大人的夫君 平不听云之日可待啊 在下孟州 五重天尊敬 请陆兄多多关照啊 是啊 有幸能与陆兄为炎魔殿效力 实乃胡谋一生的荣幸 忘了介绍了 在下卑洛山 胡永德 幸会幸会 四个纷纷报上自己的名字 把陆臣捧到天上去了 陆臣还以为 这次搞不好要杀上炎魔殿呢 没想到跟乌洞说的不太一样 这会儿成香菠菠了 客气客气 陆某出来乍到 还望几位多多关照呢 陆臣也绕起了官腔 众人寒暄着 一路上气氛算不错 人呢 一有靠山 就会受到重视 连阳挤人嘴脸 未必就讨人厌 陆臣自认 如果是自己 即使不成心 也会说出这番话来 跟众人打成一片 这 叫生存的手段 左派的六人 人虽少 气氛却一直高涨着 西门楚智 跟半百老者 一路交谈甚欢 实际上 却始终关注陆臣 见到他还没进鼓魔剑 就跟几个尊敬好手 打成一片 不由气的直咧嘴 妈的 什么东西啊 还不是靠女人 吃饭的软蛋 没有左派店主 老子早把你轰成渣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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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